北韓官方媒體星期三報導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在執政的勞動黨正在進行的會議上 公佈了該國2023年的軍隊新目標 今次明年還將會進行密集的武器試驗 這個代表著區域緊張局勢還會持續下去 報導說北韓勞動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擴大會議的第二天 金正恩評估了朝鮮半島造成新的挑戰局面和國際政治形勢 報導說第三代領導人確定了所謂對敵鬥爭的方向和加強國防力量的目標 潮中社報導金正恩的報告說明確了我們黨和政府必須要徹底遵守的外交原則 和對敵鬥爭的方向以保護主權權利和捍衛國家利益 針對多邊的新型波動在2023年需要強力推進至為國防力量強化新核心目標 潮中社的報導並沒有提供有關這些目標的更多細節 但金正恩的言論可能表明 北韓這個孤立的國家將會繼續加速他們的軍事建設 北韓今年發射了空前數量的導彈 很多發射是依據2021年初勞動黨代表大會制定的五年計劃 北韓領導人之前通常在元旦發表演說 但近年來金正恩選擇在年底召開為期幾天的黨內會議宣布重大政策決定 經濟北韓各個問題當中的重中之重 金正恩面臨國際制裁 防疫封鎖和自然災害的影響出可帶來越來越大的壓力